好 继续来关心政治焦点 检察总长黄世民的泄密案 由于整个案件在签结之前 他就跟马英九总统 还有行政院长江一华报告 马英九总统呢 同时召集了江一华 以及总统府前秘书长罗志强来密伤 在法律界呢 大部分都认为 其实黄世民的确已经触犯了泄密罪 甚至呢 连马英九总统都可能会沦为共犯 而死改会的执行长林峰正中指出 从签结的时间点来看 黄世民的违法试证相当明确 把监听的义文 转交给马英九还有江一华等人 恐怕也是难逃罪责 3号宣布11点 马总统拖得疲惫神情 离开总统府 为了检查总长泄密案 走秘密通道 以证人身份出庭议讯 但他得担心面临可能转为被告 如果总统进一步要求 总长再继续来提供其他的资料 或者询问总长 其他的这个细节的话 我认为他就难免会触犯到 也许是变成泄密的共犯 或者是他有可能是叫做泄密的问题 黄世民两度到总统官邸下 马总统面报官说案 而在当中马总统究竟有没有 主动要求留下监听议文 以及要求黄世民补充更多的证误 这次两人面积通年中谈些什么内容 这些举动都可能让马总统卸任后 由证人转为被告 法界人士认为 泄密关键证误就是柯建民 与王金平的监听议文 马总统自报8月30号当晚 江议文留在官邸 让江一华罗志强观看 但如果监听议文 是黄世民主动承报给总统 就涉嫌泄密 不过若是马总统只是要求的 就南逃教唆泄密最先 他明知道检察官要问他大概什么问题 他却在前面一两天去接受媒体的这个 这个专访 而且谈的就是要被询问的内容 我觉得坦白说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宜的 如果检察官认定不法 马总统恐怕从他站证人 转为真字案被告 法律规定 现任总统有刑事豁免权 一旦真的列为被告 马总统卸任 就会遭检察官追诉 最近我们的刘硕是观战台北报道